哈囉大家好 剛剛錄完那個 捕藍獸一個月的那個系列 現在來補 現在來接著錄那個所謂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10到15分鐘的一個分享 迷思阿 今天主要是要聊一下 哪一種飼料比較不會污染 沒有油脂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我片頭 這很多飼料阿 我有買這種 這種什麼 胚牙的 上浮 這還要泡水 這是飼餘吃的阿 這是從雲林叫的 孔雀魚的阿 這是什麼城底的 這是很多都以前買 然後 有些買到現在很難未玩 這也是鯨魚的阿 這是歐洲來的 這是台灣的 台灣漫移的 但是應該是知道哪一家賣的 今天不是要廣告這個東西 也不是要 也不是要評判 那個哪一個魚是 魚是要好好買 不是今天都不是要講這個 今天是要講一個東西 這是我剛講的 就是哪一個魚是要比較沒有油脂阿 不要不污染水質 基本上 在講這個之前 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我直接跟大家講答案 但是 可能就是有些人不想聽原因 那我也沒辦法 那你想聽就聽到最後 基本上 每一種飼料都有油脂 沒有那種所謂 什麼比較不污染的 或是沒有油脂的飼料 油脂有可能會因為廠商 他在製作過程中 比如說一些 分離啦之類的 那 他可能或多或少 他可以控制在比較少 但是還是會有 為什麼 因為 不會有飼料是沒有油脂 這就好比人家說 啊 吃菜好像吃菜好像健康不要不油 那這個從哪邊也生出來 如果吃菜比較健康比較不油 那為什麼 看有些人 吃素有時候有膽固處 當然他有些人會攝取牛奶或是之類的 其實 這很難講 為什麼 為什麼很難講 植物有植物性的油脂 動物有動物性的油脂 如果所以說我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要想通一點 就是說 今天我不是要批評說誰講怎麼樣 我不是來破解這個迷思 就是說 希望大家 分享給大家 可以建立一個 所謂一個比較 比較大方向 的一個觀念 那人家說為什麼植物性 為什麼會有植物 為什麼沒有 比如說啊 不用苦茶油 橄欖油 還是大豆油 或是花生油 那 為什麼吃素人 都要吃一些豆類 豆類熱量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他豆類本來就比較多油脂 對不對 那動物本身就有油脂 因為我們有皮膚 我們有皮膚 皮膚 皮膚本身就是一種脂肪 那 所以用動物性做的飼料 他油脂會比較多一點 那植物 不會說沒有油脂 你看橘子皮 柚子皮 或是 甚至柳丁的那個皮 比如說有些為什麼 就什麼 茶醋精油 什麼橘皮精油 或是柚子什麼精油 那為什麼呢 所以其實 今天要是 思考的是一個 大的一個面 大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有油脂 不會因為 哪一個人說這個東西比較沒有油脂 不是 那 基本上 我們魚缸裡面養的魚 它本身就是一個共鳴樣 是一個生物 是一個動物 所以我們就必須餵它吃東西 在餵食的這個過程中 基本上 它就是一種汙染 沒有辦法 沒有 沒有辦法不汙染 只要餵食 它就是一種汙染 那只要餵食 它會有排泄 排泄就是一種汙染 所以我們是在 餵魚 我們很有趣喔 我們在維持 維護 或是把這個水質 保養得很好 我們在維持水質的同時 我們也在破壞水質 這是一個 毛跟鈍的問題 我們在要求水質良好狀況下 我們去選一個比較 好的飼料 但是 殊不知 飼料其實 每一樣 不管你植物性 哪一個成分比較多 它都有油脂 所以避免不了 所以當比如說 可能某一些 比較資深的玩家 玩家說 不要餵那個飼料 可能這一個牌子 飼料它油脂比較多 事實上是這樣 其實 只要餵了就有油脂 那我們姑且不論說 這些東西適不適合魚食 比如說你餵 有些人餵麵包去 啊麵包去也有油脂啊 你餵那個 所謂的浮品 你浮品 那些植物吃掉之後 你會發現上面也有浮一層 很奇怪的東西 對不對 都有啊 都有油脂啊 那我們 人跟魚 會不會產生一些 算是 一些人體的 代謝物之類的 人會皮膚也會有油脂啊 或角質啊 那魚 魚體會不會產生什麼 會黏膜嗎 它有黏液嗎 它要把握身體 它會產生 這些都是代謝物啊 植物光合作用 會產生油膜 油膜 它也是一種油脂 它會阻隔 它會浮在最上面 就是應該物理化學 學過油水分離 所以它會在最上面 它會阻隔掉一些光合作用 因為油膜如果太多 所以魚缸 不是說只有飼料 它在污染 整個水體的一個狀態 包含飼料 包含 魚體本身的 分泌物 包含它吃飼料的排泄 那包含所謂的一個 我們消化菌群 它的代謝 它維生物啊 它代謝它也會產生廢物 所以 包含植物 植物它的代謝 它的光合作用 都會 我們魚缸裡面 就有這麼五大類的一個 會產生 所謂一個 魚 對水質 產生直接性破壞的一些 物質 所以說今天 我們要維持的水質 其實是一種很 簡稱水質 其實它是一種很複雜 很多種指標 所以今天 主要講到這邊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也不用特意去分什麼 飼料不飼料 只要今天適合這個魚吃的飼料 那它可以消化的 對它不會有傷害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好的飼料 那只要你餵飼料下去 就一定會有油脂 那如果你真的就不想看到這些油脂 你就可能要勤換水 不然就養個幾隻女王燈 請他來幫你吃一下這些油膜 之類 齁 那 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 我們看問題 其實 其實水族很多問題 它 其實看問題 比較 一開始應該是從比較大的點 比較大的領域切入 然後 當切入正確的道路之後 我們再細分說 這個症狀是怎麼樣 這樣比較容易找出成因造影 齁 飼料百百種 那麼多種 齁 那 你隨意去判說哪一種飼料不好 哪一種油脂多 其實 這個有時候 跟它在應用面 會不會不一樣 你拿 熬蝦的飼料 去餵給誰 某一種 比如說你 熬蝦的飼料 本來就比較鬆散 那你拿這個飼料 比如說 你可能要拿去餵 餵其他魚汁 齁 那一些魚汁可能會醜白醜白醜醜 就會搞得你 魚肉厭沉沉 其實這個都有它的必要性 為什麼有一些是要做比較鬆散 有些是要為什麼要做比較硬 有些是要為什麼要做上腹 有些是要為什麼要做下沉 這當然都是由一開始廠商 去想好 那今天也許有些人會餵什麼其他的麵包靴 或是餵 像我有時候餵蔬菜服品 其實你只要搞清楚魚的 可以代謝的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 其實說真的 可能要很了解的話 就去找Paper 或是一些水癢養殖器的教授 之類的 講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人可以吃巧克力 可是狗不行 這是差異 差異就是說 狗沒有這些 酵素 可以去分解掉這些巧克力 可是人有 所以 人可以吃 狗不能吃 然後我們先把大方向 選對了 就是說 哪一個飾料比較沒有油脂 其實都有油脂啊 所以你就是 你選飾料 就不要再去care油脂這件事情 因為都會有油脂 所以為什麼就是 我們在餵飼料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 你要慢慢掃揚餵 它吃完了 你再丟第二次第三次這樣 不要一次丟那麼多 因為它是其實它是 你這些東西下去 它是瞬間會 產生一些比較 多的一些物質 不好的物質上來 所以當然就是 盡量不要讓它 長時間泡在魚缸裡面 沒吃完它會持續一直 揮發會融出來 所以這為什麼人家說 你丟個飾料 你最好 有一些飾料是寫 五分鐘之內 使用完畢 有一些層底 就是三十分鐘之內 使用完畢 那如果使用不完 就把它撈出來 用虹吸弄出來 之類的 都會有一些禁語 或是一些 使用方式 讓大家去參考 所以呢 今天大家就是 不用再去思考 就是說 你只要選對飾料 阿根 阿根了解說 這個東西 適不適合 我養的這一類 魚 適不適合孔雀魚吃 適不適合燈和根科魚吃 還是適不適合 我的米蝦 水晶蝦 還是熬蝦 還是一些 有一些人 養一些屬魚 或是一些異形之類 適不適合它們吃 爬蟲類等等 適合你就可以 所以 一開始就丟少量 你還是怕污染 你就少量丟嘛 那 丟個一輪兩輪三輪 然後它吃飽 那你就不會因為 所謂這個 讓它在水裡泡太久的一個問題 一直懸浪在那邊 你心裡一直非常care 好 那麼 我覺得大概是 這樣子阿 今天主要就是 就是我一開始就已經破梗了 就是 所有的資料都有油脂 你找不到沒有油脂 你吃的東西 植物性也有植物性油脂 動物性也有動物性 動物性 就是 不要再去 非常 去踏入那個迷思 就說 一直去care 阿那個東西 油脂 不能餵 那個 會污染你的水智 其實飼料都有油脂 好 那如果你 真的很有 實驗精神的話 就建議 你去撈一杯水 去泡 就是 煤一些事要出來 丟下去 你就會知道 多多少少都會有 你就讓它融嘛 你會泡個 泡個半個小時 泡個 十分鐘半個小時 你就會去看阿 欸其實它是 一樣 它有油脂的阿 你就會發現它是有油脂的 那 這是 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養它 就要餵它 然後它 你是在破壞水質 也在維持水質 這就是 我覺得 一個有趣的現象 水族一個有趣的現象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所謂一個 小型的一個 封閉系統 那 它沒有像地球一樣 有這麼大的一個 水循環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到 完全自進化的一個過程 就是大自然進化那個 因為 我們的背石就不夠 背石不夠 都沒有辦法去做 所謂的 這件事情 那希望就是說 今天大家可以幫大家 消除一下這個 油脂 飼料有油脂的疑慮 讓大家可以安心一下 不要再 就是 生活在這個 油脂的恐懼之中 那我覺得今天如果今天 大家 可能覺得 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找找 所謂的一些 paper 或是什麼 因為有一些 像有一些飼料 人家會寫一些成分在裡面 你可以找找 為什麼有些人 要用酵母菌 有些人為什麼 要用什麼魚肉 那些之類的 蝦肉 魚肉 一些什麼 豆魄類啊 那些都植物館裡面 還是都有油脂 那 今天的 簡短分享就到這邊 那 如果你覺得 對你有幫助的話 要幫我點個 訂閱或讚 幫我點個訂閱吧 那謝謝 我們大家 下次見 那下次的話 可能 我會補一支 就是 我現在用這個 有一個網友在問這個 過濾系的一個分享 那 我會是 找時間在拍 就先這樣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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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